蔡政府打死不認有黨疫苗 但從慈濟 鴻海道工商團體 包括政壇的呂秀蓮和柯文哲 都說政府在阻擋 難道從申旅的呂秀蓮 到慈善和工商團體 通通在無賴小英 政府願意出來簽約 我才跟你原廠證明 就拿不到嘛 那拿不到他就說我沒有阻擋 對不對 是你拿不到啊 那就是阻擋嘛 這不是阻擋 什麼叫阻擋呢 行政院還不斷強調說 原廠折賣給政府 都是大陸在黨疫苗 網友炸鍋開罵 原來慈濟是政府 上人是總統就對了 大陸黨苗慈濟台積電 買到是韭菜 蔡政府說OK就不擋了 綠粉無法解釋 為什麼進了總統府就可以買 蔡政府自倒自演被抓包 意識形態超過臺灣同胞的生命 讓很多人來不及打疫苗 枉死了多少 護航高端 那如果進來的話 那誰還要用高端呢 柯文哲也嘲諷不只買苗 有意識形態 國境什麼時候會解封 政治考量才是關鍵因素 投票前來就是邊境解封 選舉都要有選舉紅利 邊境解封會配合這個 講個不好意思 民進黨選舉的西亞 他一定會處理的 政府哀哄為了意識形態 和護航高端黨BNT 民眾痛心的不只是政府說謊 而是政黨利益竟然凌駕 百姓的命 我知道